日前有民众到花莲泰鲁阁游玩 看见了荧幕逗趣的景象 原来是有只猕猴突然闯进了女厕所 结果踩在这个隔板上 是逐一的偷窥每一间厕所 画面让民众看了真的是又惊又喜 拍下了这有趣的荧幕 原来这只猕猴会闯进女厕 可是另有目的 一只猕猴从屋顶空隙闯入女生厕所 直见她踩着隔板从上方肉着厕所走一圈 逐一寻视毫无顾忌 每间厕所都看过一遍 如果当时有人正在上厕所 肯定被吓坏 新猴这名女游客在准备进去时 先看见猕猴闯入女厕偷窥 赶紧拿出手机拍下这逗趣荧幕 这只大胆猕猴随后跳到一旁的树上 接着又捡起地上的塑胶袋 拿出里面的食物大块躲移 原来猕猴闯进女厕不是要偷窥 是为了要找食物 应该会吓到吧 然后想说会不会被攻击 动物本来就是会乱爬 猴子也是会都乱爬 这其实还好 就是当下只有当下会吓到而已 但我还是会继续上厕所 事发地点就位在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 天想油气区的公共厕所 当地猴群数量有近百只 之前就曾发生抢食以及攻击游客的记录 这回因为有游客将食物丢在厕所垃圾桶里 才会出现猕猴习惯在厕所里偷窥觅食的景象 这回发生猕猴闯女侧也吓坏了女游客 带馆处提醒民众 公共厕所内不要丢弃垃圾和厨鱼 把垃圾带下山避免养成野生猕猴习惯闯公厕的行为 这期我留意的话也是不到